月潭、水生态长期受到外来种的冲击 造成原生种渐渐减少 为了解决外来种入侵的问题 这是渔业署、月潭渔会 台湾地亚集邮企业等单位 联合清华大学专家业学者 打造一座150坪的香网生态教育园区 并放养卢曼 起立于总统与等本土三宝渔苗 从2006年开始就有很多外来的入侵种 这些入侵种的数量 在一般的民众的放生之下 就急剧的上升 所以大概过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整个湖全部都被这些外来种所攻占了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解决 这个外来入侵种的问题 那就想到我们应该要放一些原生 具有掠食效益的这些鱼类 来平衡这些外来入侵种 所以当时就想到我们在十年前 解禁的这个鱼类 应该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种类 这次透过地亚集邮企业结合日月潭渔会 渔约属以及教育单位来共同合作 除了富裕原生种外 并也利用鱼类来池外来种 进行生态防治 我们在一年前我们就决定投注到这个水资源的活动 那就是我们来富裕原生的鱼种 我们再把它放流下去 那我们再经营一个水态的教育 那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个地方的山生 生活生产还有生态 三个就会造成一个平衡 而且是有所成长 所以我们在今年就跟渔会合作 希望能够放流这些的鱼蛮 来吃这些经济价值比较低的 这些外来观赏鱼 以及抑制现在越来越可怕的鱼虎的这种外来种 新议员石青龙相当感谢许多单位的用心 共同来关心台内的生态 一方面富裕原生种 另一方面也利用食物链来解决未来种问题 我们这些谈仪会 跟台电公司 雄公首 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农委会 仪月署 今年都有在做这个富裕跟放流的工作 那富裕的这个数量也蛮多的 透过这样今天这个计划 由我们民间的这个单位 能够大力的来赞助 我相信日月坛除了这个观光旅游之外 我们的这个渔业的部分 还有原生种的这个渔业 能够重新再现 主办单位也表示 唯有环境好 我们才会更好 在企业 教育单位 以及工部门的协助下 一方面做富裕工作 另一方面也来解决未来种问题 期望透过大家通力合作 能够让日月坛内的生态更加的平衡 记者邱平逸 于此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